及时新闻综合报道,国民党台北市中镇万华区市议员参选人林冠勋,昨晚涉及肇事逃逸以及教助理定包,警方将两人各依肇逃,公共危险,伪造文书最嫌疑送法办。 针对林冠勋是否该退选,比名人扎文本府大教授周伟航指出,就算林不退选,也没有站立了。周伟航稍早在脸书指出,中正,万华区看来又会少掉一个主要候选人,第三势力的空间也变大了些。 然而有网友怀疑,除非林宣布退选,否则中正万华区的年长深蓝选民也不会很在乎他有没有酒驾,认为年长深蓝选民在乎的是国民党是否少一席。 对此,周伟航则回复网友,强调林冠勋是前立北林预方系统出身,本来服务就不强,就算林不退选,也是没站立了。 周伟航认为,假如要振钱换奖,找出选落选者,也是比目前人选弱上一截,最后还是会被放弃。